各位民進老師 大家好 我是一方 我今天要講的動作是 我最愛的運動 我最愛的運動 每一個人家的運動都不一樣 有的家裡打擊 有的家裡猶豫 運動可以幫助身體健康 總共一句話 反正運動就是幫助身體健康 雖然運動可以幫助身體健康 運動也是要他自己的身體健康 來使用時間 我還說到我最愛的運動是什麼 不用我說 大家一定都知道 就是打難題 為他高校的事情一直到現在 我最愛的運動 只要支付一個 就是打難題 為什麼我會把他打難題 這就要為他高校的一天開始講去 那個時候 我每天都會去講不出頭 也是在那個時候 實際上就一年已經 又要跟他人家說 所以我就請他給我安裝打擊 自從他跟我打擊的那天開始 他都會鼓勵我 也就有他心在教我 但是因為我開始要打鼓勵我 所以都沒有時間 能夠去找他 所以都沒有去練習 也是在那個時候 我發現自己 已經把他打難題 所以他都會利用 所以他打鼓勵我 都會利用 所以我發現我 現在打鼓勵我表現 比以前更好 也更厲害 總共一句 從以前到現在 我教他的運動就一個 就是打鼓勵我 但是我想要跟別人說的是 每一個人教他的東西不一樣 當然教他的運動也不一樣 我會說到這裡繼續 謝謝 謝謝